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8月3號的早上時間 昨天預告過了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匯控 昨天講恆生 今天就到媽媽匯控 其實日前公佈的第二季度 業績比市場預期更好 所以你看到 會控的股價 在業績公佈的中午過後 股價一直上升 最主要是正式差 擴闊的程度比想像中好 亦因為這樣 帶動到淨利息收入 好過預期 因此亦帶動到股價向上 亦令市場 亦令市場 亦調高了 對於匯控 今明兩年的 盈利表現預測 所以 這是好消息 匯控 會控 經過了這段時間的業務重組 諸如此類 特別承受著很多外界的壓力 都交出了一個好過預期的成績表 但另一方面 他依然面對著股東 特別是來自他的主要投資者 平保方面的壓力 希望他分拆租業務 現在匯控 亦都成了一個比較好的業績 亦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底氣 就可以公開回應 其實這兩天 匯控都已經就著 要求匯控分拆的說法 做很詳細的公開反駁 我們過去都就著匯控 承受的所謂分拆壓力 都做過躍光的分析 我們的看法就是 認為這個所謂的分拆 事實上 就不是太有效去改善估值 而且在某程度上 也削弱了匯控本身的環球 全球性業務的佈局 亦都會變相令到匯控的市值 縮小了 業務範圍亦都會減少 可能得不上失 到最後 影響了他那個 吸引客戶的一個最重要的網絡 因此匯控 昨天這兩天 其實是這樣說的 他的行政總裁奇耀年 Lowell Quinn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反駁 特別是先在這個投資者會議上提到 已經委任了獨立財務和法律顧問研究集團改變架構的可能性 始終因為評寶是他的主要機構投資者 所以評寶既然支持分拆 他都需要去找一些顧問的報告 因為評寶之前已經找了 相關相關的相關相關的顧問報告出來 就說匯控應該分拆 現在匯控都做了反擊 就說了 經過他們的研究之後 發現對股東是弊多於利的 因為當中還可能涉及 所謂幾十億美元計的融資成本 所以決定繼續聚焦執行策略提升股東回報 信報報道說奇耀蓮操持的夾襲懷柔和尖銳 即是說又要忍不住打擾這個所謂的分拆建議 他說先是表示明白派息對股東的重要性 也都體諒投資者對匯控過去十年回報長期低迷的不滿 但是強調如果明年可以提升有型資本 特別是股本回報率 ROTE最低12%的水平 將會是十年來最佳的表現 然後奇耀蓮逐點反駁分拆的理據 對於有建議說匯控亞洲區盈利貢獻大 應該被股東的選擇持有匯控亞洲 還是有跨國業務的匯控 他直言分拆之後匯控的規模會跌的 如果被剔出富時指數成份股 有兩成半的股東可能就會放棄持有匯控亞洲 而且分拆之後集團可能會失去美元清算地位 這麼多年來建立的全球貿易銀行領導地位將會被損害 因此他甚至批評這個分拆建議想法是不夠全面的 只能看出一個東西 又說分拆之後新公司為了應付資本要求 或者需要額外發債 融資成本可能數以十億美金計 還要建設獨立的科技系統 可能需要三至五年重組 近年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匯控夾在中美兩國之間 奇耀年反而認為作為國際大型銀行 向內和不同地區政府和監管機構都有良好的溝通渠道 而他的國際網絡更加是拿到客戶信任的重要元素 信報又提到了 有主要股東不斷要求分拆提升回報 奇耀年也不介意將他的神秘身份揭露 因為之前一直說盛傳、傳出這些聲音 然後評寶也說支持任何能夠提升回報的一些建議 其實就沒有明言 分拆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這個想法 而奇耀年就公開了 他就說一直有跟評寶溝通 他就不會繼續保持對話 不過就不會披露跟股東會議的任何內容 奇耀年又說 現在董事會成員組合相當健康 無論是性別地區背景都多元化 亦都能提供不同領域的經驗 管理層會繼續跟現有董事會緊密溝通 重新會專注執行策略 去務求提升明年的ROT去到12% 以及保持穩定股息分牌 明報也指會控將會維持目前的策略 加強收入增長動力 成本嚴格控制 認為專注執行現在的策略 是提升回報的最佳方法 而會控的反駁 據說是找了高盛協助做內部評估 三大理由剛才提過 就是一次過龐大的成本 日後持續營運成本也會增加 加上執行業務方面也會有重大風險 特別是分拆之後 匯豐亞洲可能重新需要申請美元清算的許可 而且申請牌子可能會遇到困難 如果不能直接參與清算的話 跨國業務客戶也會受到影響 而且過去的個案也顯示 即使分拆在單一市場營運的小型歐洲銀行 都需要20億美元成本 而且失敗風險很高 更加是枉論分拆匯豐亞洲規模的銀行 接著昨天匯豐亞洲相隔兩年半以來 就在新冠疫情之後 就在香港召開非正式股東會 變成了焦點因為很多散戶 終於有機會直接面向管理層 特別是在平保提出分拆的建議之後 也有香港股東認為是支持分拆的 因為他們覺得分拆可以馬上改善股價的表現 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工房焦點 這個明報的說法 有股東提及為香港業務收入 既然是主要來源 不如將亞洲業務分拆 集中資源投資亞洲 奇耀蓮在股東會上回應 香港業務收入不少是來自全球各地的客戶 將香港的業務脫離集團 將會削弱和全球的連接 對香港的盈利能力和派息都會有影響 而且客戶選用它的服務證 是因為這間銀行連接全球 香港的收入來源不僅是亞洲本地業務 更是反映國際業務流入香港 而且分拆後涉及重大成本 增加業務不明朗 反而會不利股價表現和派息 其實都是將它在股東和平保說話聊天 或者在分析員會議上的說法 用一個雷聞一點 一個門外看式的語言 和股東說一下 企業連也承認 匯控過去十年盈利和回報未如理想 令股東失望 管理層承諾會透過執行既定策略去改善 推動股息股價向上 希望明年派息比率提升到50% 去答謝股東的支持 昨天股東非正式會議舉行之前 順部提及 最少有三個股東組織和團體 在會場之外 向匯控管理層表達意見和請願 都要求匯控考慮分拆 亞洲業務獨立上市 亦有團體提出 增派息和歸還2020年度 叫停發放的股息 評寶發言人亦說 關注到匯控不少股東表達訴求 凡是有利於集團改善業績 提升公司價值的事 評寶都會支持 我看彭博新聞 都會看到 將來的區議員方國山 亦都有關注匯控 甚至出席股東會去對話 所以你看到 因為匯控 我想都是不少中產以上 或者有些年資的股東 手頭上都持有的 所以也有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之前有一位民建聯成員 都很關注匯控 方國山現在都有這方面的工作 但正如我們在過去提出過 其實分拆這個想法 事實上對於改善估值 我們在匯控完成評估之前 我們都看過 我自己的想法 都是認為 事實上改善估值是有限的 但是損害了規模 反而得不常失 現在匯控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當然匯控管理層 都盡量不希望拆開 因為作為管理層 變相拆開了 規模小了 其實也影響了他們的收入 有一名小股東 也都在股東會上問 管理層能不能把分拆的決定 交由股東集體決定投票 那都變相公投了 香港沒有公投 但匯控如果是搞公投 這個都真是 當然啦 事實上企業在重貸決定的時候 都會做股東的投票 但是呢 就不是一人一票 是誰呢 股權多些 話事權都會比較多 Mark Tucker 杜嘉琪就認為 這個做法不符合企業管治標準 重大的項目 應該由董事會審議 當然啦 如果這個決定都不入法眼 那為什麼會拿出來投票呢 就正如很多管理層 一天到一刻都會收到不少的建議 如果所有建議都要去做投票 不是很不空嗎 如果 老實說 如果分拆這個建議 得到更加多的機構投資者支持 即是說不是平保和散戶 而且是匯控的其他基金股東 都是支持的話 匯控自然而言 都是要認真考慮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如果現在支持的人 不是太多 而且建議本身都不太合投資邏輯 例如我這些 不是很支持 認為這個建議 似乎不是很成熟 這樣的話 你又很難 要大家去投一個 各方案都是 令人覺得 不是很合格的 一個 個案例 另外 亦有股東建議 說匯控透過特別息 追派2020年度被叫停的股息回歸股東 道家琪都說 明白股息對投資者相當重要 但是暫緩派息當時是應監管機構的要求 大家有印象英倫銀行 匯控已經在監管許可下 立即恢復派息 意思是 派息都要得到監管的准許 而且 管理層事實上 也在股東會上 有向股東道歉 這也算是這樣 也有股東提議 管理層再次考慮遷冊回來香港 避免再遭到英國監管機構 勒令停派息 道家琪就說 監管禁金融業派息 不單是單一國家發生的 全球多個地區監管機構 也有相同要求 而且 旗耀年也提醒股東壓 搬總部是涉及巨額成本的 可能會令盈利下跌而不利派息 財務總監邵偉信 亦都補充 遷冊回來香港 會失去總部在英國的多項稅務優惠 而在香港設總部的稅務開支也高於倫敦 所以會對集團財務造成負面衝擊 說得很清楚 遷冊回來香港 他都不會想的 因為回來香港 原來 計算相關的稅項優惠 事實上沒有好處 其實老實說 現階段香港 已經搞了國安法 這麼多金融機構 加上香港疫情的安排 很多人搬來香港 現階段 你叫匯控搬回來香港 事實上都是不合理的 現在匯控管理層 就撒走了你 就告訴你 這條鬚雞不行 除此之外 旗耀年亦都遇過 為了支持香港發展 稍後會增加基本銀行服務免收費項目 亦都會預留400億貸款額 到比中小企 支持中小企去招聘 數碼飯和擴充業務 但就是這樣 匯控方面分拆的爭議 應該就到此為止 因為很清楚 匯控管理層已經作出一個決定 評寶當然就不服氣 但我們都看不到其他更多機格投資者 響應的話 其實這個分拆建議 應該就是胎死腹中 匯控現在就是會專注 看看改善業績 和提升回報 亦都會增加派息 講到明 希望用錢收買股東 希望匯控方面 能夠在未來交出好成績 去回歸這些 這麼多意見 對於集團回報 表現很不理想 鼓吵的股東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